能不能分析一下 嘉林胜成为吴老星 好能排在吴老星第一名吗 我认为可能水星还是最强的 到吴老星金星就是一个坎 金星在弹特的表现 其实也是非常强势的 他手上是初代鬼车 这个级别的剑客很难不强 而且水星在弹特的霸王色表现 比陆飞还要强势 完全是红发级别 有过之无不及之 而且他的防御 连尼卡级别的进攻 都破不了防 而且还能反弹 所以水星跟金星 是两个非常强的吴老星 可以说是强吴老星 火星跟木星的话 嘉林是 我认为基本会超越他 以他们俩在弹特的表现来说 嘉林又是一个传奇级别的强者 你想白胡子这个级别的人物 你给他加上了 不死不灭的这个bug以后 会有多强 所以嘉林是有希望问鼎 最强吴老星的 而且你看他心上的那个架势 谁都不虚 管你是不是老吴老星 因为人家有绝对实力做支撑 这个已经不光是一母 让他成为新吴老星 这么简单 他从个人的绝对实力 加上他自己的武装力量 等等方面来说 过于强势了 你看他那个坐姿 就跟赤犬 在原来四大将之中的 那个坐姿一样 这就是代表自己就是最强 所以说 至少从目前的剧情走向 以及嘉林的剧情潜力来说 尽管有金星和水星 这么个两个强者存在 嘉林也还是有希望问鼎吴老星的 他是有成为 排名第一最强吴老星的潜力的